2015年,尘封了2000多年的海昏猴,大墓被发现,从此震撼了世界。 它出土的黄金超过全国旱墓的总量,其中200多万枚五株钳,堆成十几吨的钱山。 海昏猴墓也是中国目前面积最大,保存最好的汉代列猴墓藏。 此墓已经出土金饼285枚,马蹄金48枚和零纸金25枚,另外光果里还发现了20块金板。 令人可怕的是,经测量这些金气纯度在99%左右,零纸金重量在76.12克到83.36克,马蹄金重量则基本在237.66克到246.29克。 经过专家现场分析,发现除了2011年盗墓者对这座大墓西北角实施一个大的盗洞之外,但未能成功实施盗墓,其他没有任何破坏过大墓的痕迹。 看到这里,人们不禁要问,公元前104年至5代时期,中间1000多年时间,为什么他没有遭遇盗墓者的骚扰吗? 看过小说《鬼吹灯》的读者,都知道摩金校尉的厉害。 据史书记载,摩金校尉为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曹操所设军衔,依靠盗墓取材来贴补军用,部队打到哪就到到哪,哪做随葬品多就到哪做。 汉人一向讲究誓死如是生,加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盛事,经济发展水平较高,贵族阶级后葬成封,这一时期的高等级墓葬也成为摩金校尉们的重点对象。 因此,考古界人士常说汉墓实施久空,但这座大墓历经千年未被盗绝过,专家分析主要得益于东晋17江西的一场大地震,公元318年豫章郡发生的大地震,此次地震使原来的萧阳县,海昏县等豫章谷县淹没到鄱阳湖中,使墓室早年就坍塌,地下水上涌淹没了墓室,当时人们不具备水下盗墓的条件,才使得该墓得以幸运。 最后老胡有个疑问,现在被考古专家挖掘出重队劲,真不知道2001年挖了盗洞被盗墓贼看到后,心里究竟什么滋味?